好 一口要說五種 真的很重要 是不好 不好的 要注意 買房間買了這罐人叫做 這個意思是說 你們家的大門直接貫穿一個通貨 你們家的大門 咖啡一支錢這樣 咻 閃在嗎 一罐人有可能的老債 漂亮 第二行叫做 開門建造 所以我們家裡面這個老債 代表是人家的 你如果開門就看到債 這代表什麼 代表 我們真的收不到 沒錯 第三項叫做 潑水就落 是 人家說遇水則發 這另外一個意思 我們家裡面譬如說 天花瓶 或是肚子 有漏水的這種 也是漏水的危險性 好 第四個叫做 有情無厚 是 一般的土地 現在是說有情無厚 無厚 代表說我們家裡面氣流不痛 他就去做成阿嬤不好 因為我們婚姻關係 可不可以說我們 我們哪有這種事情 你怎麼會去無厚 有 風水大師 有 有 來 現在我們要說這個第五個 叫做 梁柱丫頭 是 意思說我們人家在睡前 上面請問 不對 這梁柱就是 梁柱跟住音台 梁柱 這梁柱一直把住音台 一直壓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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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 不讓她起來 讓她起來 對 梁柱丫頭 要示範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剛才說的才是對的 麻煩一下 梁柱丫頭 梁柱丫頭 這樣不太好 不要說体育的 身體也不好 將今天運勢都抵得不及 他們都要考慮 好 以上這五個大 就是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這是比較不通的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後來繼續收看 少林 臉書講